字幕志愿者 吹风机编喷佛机 规范使用摇摇机 向上撒高秀发音 道好高牛要转心 最近有报酬发布的史语 之一 因为各个共亿制高 参加了商业性质 导致了各种短期制高 准备了商业的善意 引发了网友的内容 与之相关的旅游制高发动 要产生了慢多个阵营 旅游制高是一个浪漾的产业 维系的维系人带着 新年合适参与 我们一起来过来 今天的节目 上网检索支教信息 看了几天 家里一个老师 又发了个网页 让填写学校专业地区等信息 最后还问了去支教的原因 我写的是和孩子们交换事件 提交后说 三天内发邮件通知 几天后收到邮件 说通过了 又发来了三份招募书 做的确实很棒 很让人向往 但是渐渐地发现不对 怎么还有集合时间 和每日的行程安排 这不是抱团旅游 才会有的行程吗 反倒最后更疑惑了 现在支教都收费了 2530 3280不等 五天时间 去一天回一天 给孩子讲课三个半天 近日某视频博主 发布一条视频 质疑短期支教成为生意 引发广泛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 该博主描述的旅游支教团 在社交平台十分紧俏 各类组织机构发布的 招募图文层出不穷 这些支教旅行团 形成大多为一周左右 报名费千元至万元不等 地点既有国外度假热门区域 如泰国 巴黎岛等 也有国内山区 支教旅行组织方大多表示 学员结束项目后 将收获官方公益证书 以及公益时长40小时 可用于提升学生社会时间背景 以某公司组织的 支教公益研学项目为例 其三个目的地分别为 云南沙坝村 海南田永村和四川大梁山 收费均为10980元 它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当地学生 它其实是被当作了一个 像是道具一样 被一个盈利的工具 情感可能刚建立起来之后 然后马上又离开 可能会放大他们 对这个社会的不信任感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说 录取或面试学生的时候 我们如果就很看重你 这个服务意识的话 我们也会问 你这个支教的多长时间 你承担的什么任务 对吧 你的收获是什么 但是这个短期支教 可能在这一些 就是对你的这个 学术简历的这个丰富上 其实也是比重也是有限 除了功利性目的 体验当地文化风俗 支教等体验性需求 也是参与者 选择旅游支教的重要推动力 不少有着长期支教经历的 学生告诉记者 短期支教最大的问题 往往是准备不足 但如果无法长期支教 选择短期旅行支教 也是一段别样的经历 因为毕竟是到一个 陌生的环境去 去到一个对教育质量 是要有要求的一个场所 去完成一个任务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去 抱着这种过加加的心态 或者是应付的心态 去当地 它可能最大的问题 也是区别学校里面的支教 立项过的支教 就是准备上面 其实是不通俗的 因为支教 当时我们大多数就是会 就花很长时间备课 然后就是去磨课这些 它比较更侧重的是旅游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 不太重视这些 对于真正想要去支教的人来说 它其实有很多 更加纯粹的渠道来 帮助他们实现这些愿望 我们也有非常多的渠道 但是对于那些想要去 真的是只是去体验一下 比如深度旅游的人群来说 那我感觉旅游支教 好像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专家表示 严格意义上来看 旅游支教更近似于旅游 虽然其并非真正的志愿者工作 但它的存在 却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参与者能够深入当地文化 与本地人的生活 并分享和传播给外部世界 但对于以商业性为主导的 一些旅行支教项目 有关部门应当加大监管力度 防止出现欺诈行为 提升支教教育教学质量 家长和学生 也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避免功利性的镀金 刷减地 那么作为这种商业机构 来主办这样一些活动 首先还是要遵循商业规范 那么对参与的主体 要做出一些要求 特别是不能够有这种欺诈行为 我认为这是首先要预防的 特别是组织方 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考虑到 支教者和被支教者的需求 不要把它当一般的生意来做 家长在选择旅游支教的时候 就是理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组织这些旅游支教的组织方 包括有一些大的机构 给当地的学生或者是孩子 一些确定的预期 就不是说盲目的就是 我们就是要来奉献 然后孩子这个情感 投入很多了之后 然后突然地撤离 撤离工作可能不就是说 一下子就完全就断了 可能比如说大家可以 寄个明信片 或者是这个有别的这种 追踪的一些事情 能够减少这个对孩子心理 和情面上的影响 如果是那哥哥供应 十年做人的生意 他们好事要有编证法子 至高发动 不惜理由高文的供选 不光是障碍到新孩子的格局 要影响到真正 想帮助新孩子的格局 那么 好 希望我们进到广告 广告只有监督 现在里面 别走开 马上飞 做一所有温度的幼儿园 在广电滨江园区 每个空间 都有着教育的业力 每个瞬间 都充满着快乐与温馨 孩子 愿你的童年是五彩的河 是善良的桥 愿你的未来 是七彩的路 是精彩的书 广电滨江幼儿园 爱与成长 并肩前行 地宝当家栏目 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 赞助播出 广告市场 欢迎回来 十千万发动 千亿待不动 好家好玩好乐 不都在提报 相信好多朋友 都有改决管 问题的传备 舍不了 前不久 福建福州 六十五岁的 重症监护室 而这一切 竟是由于老人 在感冒后 吃了一颗 阿末西林 在不少人的认知当中 阿末西林 就是消炎药 很多人 不管是感冒 发烧 头痛 还是身体 其他部位 出现了炎症 都会自行服用 阿末西林 导致阿末西林 滥用现象严重 阿末西林 是一种常见的 半合成的 青梅素类的 抗生素 也就是 我们说说的 抗菌药物 它对细菌 引起的感染 是有效的 那么对于 无菌性 无菌性炎症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阿末西林 属于处方药 对应病症 也不能一概而论 更不能 只要身体 出现感冒症状 就拿阿末西林 当感冒药吃 阿末西林 它是一种抗菌药物 它主要是 针对细菌 引起的各种感染 比如说 耳鼻喉的感染 下呼吸道的感染 皮肤感染 和皮肤组织患 泌尿道的感染 以及联合 根除 优门螺旋感菌 如果是病毒 或者真菌 它是没有效果的 如果是 如果是细菌 引起来的 而且是阿末西林 覆盖的敏感菌 那这个是有效的 医生提醒 对阿末西林 过敏的人 要注意不能服用 长期使用阿末西林 容易发生二重感染 服用阿末西林 前后都不能研究 此外 对于头包 阿奇类等 常见感冒药品的服用 大家也要注意 阅读药品说明书 或遵医嘱服用 很多的感冒药都是青霉素 或者头包类的 包括阿末西林 安边西林 在内的 这些药物 需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过敏 那么在服用这些药物之前 要了解这个患者的 是否对头包类 或青霉素类药物 过敏 或者其他类药物 有过敏史 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很多患者都知道 服用头包 是不能饮酒的 但是服用阿末西林 同样不能饮酒 会引起双瘤轮氧反应 阿末西林 属于抗腺素 要是触风药 且不是滚毛药 千万不要在身体 作成的滚毛症状 就拿这段滚毛药 来强 有问题 大家一定要及时求医 我们到医生的处复 来有没有 避免发生更严重的问题 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有段 更多精彩的流动 我们下期一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然就是因为这些唯一不足道的因素 这些唯一不足道的因素 2023年11月15号八十许 湖南省长沙市一小区发生火灾 经过现场了解得知 女子早上起床时 发现卧室被子被打湿 于是将电吹风开到了最大档 放在被子上准备烘干被褥 随后就去往阳台上洗衣服 在厨房做早餐 之后在她去客厅做家务时 发现卧室湿火冒烟 9月10号 四川滋阳 一男孩使用吹风机 烘干湿的被褥 至其冒烟产生火星 幸而家长及时将火星扑灭 才没有酿成事故 2020年8月23日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某地一居民家中发生火灾 过火面积5平方米 造成两人死亡 最终认定起火原因 为卧室床铺上放置的 电吹风机在工作状态下过热 引燃床铺上的可燃物所致 生活中 许多人会用吹风机 来烘干衣物床单等物品 但其中的火灾隐患 常常被人们忽略 稍不留意就可能引发火灾 这么常见的一个家用电器 其安全性不言而喻 据记者调查发现 市面上所售卖的电吹风的外形 几乎是大同小异 但是价格却相差悬殊 比如说市场上流行的 一些锤子型的电吹风 它的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这是由于有些商家 它为了降低成本 采用了低质量的配件材料 比如使用了回收的废料 来做外壳 用最便宜的纯铝的导线 或者是为了控制成本 不在吹风机里面 安装温度控制器件等 这对于消费者而言 都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一起来看下面几组实验 首先我们来测一下 当电吹风机在正常工作时 出风口的温度 打开电吹风机 通过红外热像仪可以看到 吹风机出风口的温度 在短时间内由146摄氏度 迅速升温到了180摄氏度 此时的温度已经接近生活中 纸张棉布等许多可燃物的燃点 当进风口被遮挡 我们来看看会有什么变化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当电吹风机在正常工作时 我们用手捂住进风口时 看出风口电的湿的温度变化 此时可以看见 我们出风口电的湿正在明显变红 当温度达到一定数值时 此时电吹风机会开启断电保护 消防员在实验中 加进了生活用品毛巾做实验道具 对比观察吹风机的进出口 在被遮挡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变化 首先我们用毛巾将电吹风进风口堵住 然后打开电吹风开关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出风口电湿正在迅速变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当电吹风机在正常工作时 我们用毛巾将出风口堵住 看会发生什么 首先我们用毛巾将电吹风机出风口堵住 然后打开电吹风机 当温度过高时 我们的电吹风机会产生过了保护自动断电 接下来消防员使用吹风机参与实验 做对比观察 现在我们换了一个 没有锻炼保护的电吹风机 当电吹风机在正常工作时 我们将毛巾堵住出风口时 看会有什么变化 通过刚才的实验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当电吹风机在正常工作时 如果出风口被堵住 大约过了一分钟左右 电吹风机进风口产生了明显的白烟 而且伴随着一身轰烂 电吹风机被烧坏 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到 我们的电吹风机 出风口和毛巾已被烧得焦糊 此时的电吹风机已无法使用 为避免触电危险 电吹风机不宜在浴室 或者湿度较大的位置使用 使用前要检查电吹风机 导线是否损坏 检查进出风口是否通畅 检查零部件是否完成好用 使用时要保持手不干燥 使用完毕后 要将电源线从插座上拔下 放置片刻 待电吹风机冷却后 再进行存放 要严防磕碰 损坏和拆卸电吹风机 防止损坏电子元件 造成短路和漏电 使用完电吹风机 一定要记得 能走电断拔叉头 不要将电吹风机 随手放在床路等可栏物上 因为刚用完的电吹风机 其内部会发热变红 如果将其放在可栏物上 会不胜引发火灾 大家在用这风机这个时间 一定要用这两个使用习惯 不要用这风机风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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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向上社交 台湾市美学的这种 管理有什么方式 我们一起来讲 接下来是罗马克 今年大一的王喜玉和大四的侯蕊盈 告诉记者 他们在刚刚入学和即将毕业时 是最需要向上社交 从诗歌诗姐或者导师那里 获取更多有效的帮助 接着在一些社交平台搜索发现 许多博主将向上社交 描述成一种突破圈层 扩展人脉 打破信息壁垒的有效手段 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好的成长 甚至也有企业家 也曾在公开场合 鼓励大学生要向上社交 要去寻求那些 能够改变你的思想 能够提高你的境界 能够提升你的研究能力 和思考能力 能够提升你的 做人做事水平的老师 这样的老师 无论如何 要想办法去认识 不少被采访的大学生表示 向上社交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刚需 高年级同学和老师的分享 在实际生活中 对他们的帮助的确很大 他们的分享 对于我们之后的这种 成长和这个 少走弯路这方面 肯定是有帮助的 我们这种必要的信息 就需要通过 师兄世界那里了解的 然后包括一些 学校的 在学校里面的生活 学习方式 都需要从师兄世界那里了解 分享一些 他们在就业时候的一些 好的方法 渠道啊什么的 对 包括跟导师也是一样 不光跟自己的导师 也跟其他的 其他的导师 老师有这种交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熊炳奇认为 向上社交 在大学生中的走红 也表明高校在大学生 生涯规划教育方面的缺失 全面建立本科生 学业导师制 尤为迫切 就反映出生涯教育 它没有真正做到位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生涯教育 那学生就会认识到 自己要拖宽自己的交往圈 不能够局限在本宿舍 本年级 而应该向高年级的学长 学姐请教 要结识大学教师的朋友 甚至参与大学教授的课题组 其参与有关的科研活动 由此来了解大学的环境 来拓框自己的交往圈 朋友圈 获得更多的 这种促进自己发展的 这种学习的资源 因此 向上社交这样的概念的存在 实际上就是希望我们的学校 要加强对学生的生涯教育指导 熊炳奇建议 在我国大学和中学 应全面实施学业导师制 对学生来说 也要主动利用各种 可以利用的学校资源和社会资源 做好适合自己的学业规划 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 也应该有一个主动性 就是要主动地进行 自我的生涯发展规划 那就要去拓宽自己的交往圈 不仅在校内 在校外其实也有这样的机会 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尤其要告诉学生的是 自我发展和所谓的向上社交 是并不矛盾的 学生上社交 简单话就是一种突破之间的高级卷 可在人们 打破信息比例的方法 也说明了大学生 破解个需要自我职业生 发展和规划 我们这个高校 也需要各种各方面的指导 让学生有更好的自我发展的空间 好 接下来我们的外面是市政 一到润点 这个市政就是高发起 一旦阿平安了 就会粘入影响 并展开真正的社会修行 那么是春季时程 我们应该能用过后应对 我们一起来电话 这种感觉是什么 邝女士的宝宝快七个月大了 自大出生以来 皮肤上总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就是脸上身上红的 痒 就一直想挠挠挠 看她头都挠破了 反反复复 好了又来 好了又来 那大一点 那个免疫力要好一点 我想着这样 应该会好一点吧 像这个小朋友 我们考了一个婴儿失诊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 诊断为特性批炎 因为她病时反复发育 超过了六个月以上 大一点并不一定会好 临床中最少有 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这种概率的小孩子 就是超过了三岁以后 还在出现这种失诊 或者特性批炎的这种表现 而且容易并发 其他过目性疾病 和成年人相比 婴幼儿的皮肤结构 发育尚未完善 皮肤角质层 表皮的厚度和脂质含量 都显著低于成人 所以婴幼儿皮肤 屏障功能不全 在春季比较容易 受到失诊的困扰 文文兵介绍 一岁前的宝宝 失诊患病率超过30% 失诊自身也不会痊愈 一般的外用药物 只是暂时的控制症状 一旦条件达到 还是会复发 所以日常护理至关重要 照顾失诊小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温度 要偏凉一点 小孩子不能去晒太阳 不能泡澡 不能游泳 洗澡水纹不能过高 时间不能过长 第二就是保湿 一定要坚持 长期足量地使用保湿霜 去修复他的皮肤屏障功能 第三 因为失诊小孩子 皮肤尽量少 接触这些毛绿龙一类的 这种面料 第四 就是针对那些 如果添加腐蚀的 这些失诊小孩子 如果是症状严重的时候 建议他 蛋清 鱼香 海鲜 这些东西 还是要尽量 有症状的时候 需要回避一下 春节是失诊的高法性 虽然不能减制 但是失诊的福利 以及合理的使用药物 就会得到控制 经过能够感受 失诊的复发 而且预防失诊 比滋留更重要 今天一生瓦到个基点 大家一定要牢记 让人强顺 土国的春天 好 接下来是 每位家中仔 马上断上座 今天我们要推荐 这个西藏 特别好 饭的家中仔 有不好给你 给这仔 一定有好 藕丁炒堵尖 需要的原材料有 藕丁 堵尖 姜 蒜 小米椒 第一步 我们往堵尖里 加入鸡精 盐 抓匀入底味 加入适量的蛋清 一点点生粉抓匀 最后 再来一点点蚝油增鲜 抓拌均匀 起油锅 油面快一些 打好花刀的堵尖 下锅过油 只待堵尖定型 出锅立油备用 再起油锅 爆香姜蒜小米椒 野山椒 藕丁也下锅同炒 香味一出 下入一点点啤酒 炒匀 调味来一点鸡精 盐 白糖 下锅炒匀 别忘了 再来一点点白醋去腥 堵尖下锅快速翻炒 待锅中滋味融合 藕丁炒堵尖 就可以出锅了 清爽改变 清爽改变 求根丰富 越加越有味 越加就越顶罢了 每次都要多加气温饭 才改饮 国家人 只敢弄一扎 就知道我挖的 一点都不挂着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经常头晕 头痛 要清洗 经常胸闷气短 要清洗 用清洗八卫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卫片 270余年清洗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洗八卫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洗 胸闷气短 要清洗 清洗八卫片 认准猛棋牌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症 病之治 重在源 治病 必求于本 就像 书筋剑腰丸的诞生 砖药 砖治 腰椎间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陈礼记 中华老字号 始创于1600年 400余年 专研中药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 书筋剑腰丸的 专要专制 书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间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七疼痛 输筋剑腰丸 对证 输筋剑腰丸 专要 专制 捕方正要 值得信赖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即使出好药 传承400年 暖洞自补 实惠够 就来都市严选 自补央生节 媒体搭台 产地之贡 正品保证 价一发时 八十头文山三七 美金仅需 九十九元 西洋参 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狐 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 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 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 零支包子粉 买一盒 松一盒 都市严选 七年资补老店 值得信赖 现场还有 西藏纳区虫草 加拿大西洋参 优质天麻 藏红花 等各类资补佳品 均有产地特惠活动 活动地址 南昌 景岗山大道 飓风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远九四医院镇对面 景德镇 新桥十字路口 都市严选 华润万家对面 九江江中灵芝 都市严选 长虹大道 603车队 公交站旁 孩子们准备了一番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 闹元宵 一起看看去吧 月小节去桃圆 月涌涌涌 大涌眼 月小节 光华节 才等你